再看到这虎豹潭的落水意外酿成四人死亡 这两名女童还是下落不明 而痛失爱子女儿失踪的刘爸爸 也在友人陪同之下到宫庙拜拜祈福 20号也将增派80名的潜搜队员 着重装备来重点式搜寻 搜救队员全副武装在湍急溪水中 惊险跋涉而过 停进到溪流中央水流墙 进搜救人员奋力往前游 还得不断跟激流抗衡 就连一宵团体前来帮忙搜救的独木舟 也惊险翻船 下午天后中央好转 空情直升机也出动 但直到抢救黄金七十二小时结束 两名女童还是下落不明 其中八岁刘小妹的爸爸 不断在事发现场附近徘徊 来回舵步神情相当落寞 土地公帮忙找一下妹妹 在有人陪同下刘爸爸到附近宫庙参拜 向观音菩萨土地公祈求赶快 找到女儿 而女士在刘小妹下落不明 而特搜队员回忆 找到刘小弟的情况更是不舍 地上也是吃的 那我们就把我的激流救生医拖下来 然后当成地点给他去躺在上面 像我们很多同仁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家长 然后会希望说马上投入 所以说我们很多同仁 都是在第一时间就是消假 也是希望能够 尽量能够给他们多帮助 从事发地点梳子坝 到下游胡聊潭总长16公里 共有14个弯潭 一路命法到达 加上水深超过三公尺 不利消防队员前往搜救 而10号会在增派80名前搜队员 背着重装备进行重点式搜寻 两方是不架床外机 顺流而下 一艘艇四人搭配我们的船桨 这样子慢慢地找 然后有遇到深潭就下去找 众人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 持续不松懈地努力寻找 两名女童的身体 盼望能有奇迹发生 记者谢洪荣菜山 3G小组新北采访报道